欢迎大家来到现代教育洋葱在线出品的韩语四十音视频学习课程 我是本系列课程的主讲老师小向 首先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课程 希望你们可以在我的课程当中有所收获 好,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进入话题吧 大家看一下屏幕上出现的我们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韩语四十音 那这个五个字呢,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接下来要学习的重点 首先呢,它是一个关于韩语发音的课程 其次呢,四十音 也就是说韩语当中呢,你需要掌握四十个字母的发音 这里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内容吧 那大家来看一下 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先不进入正式的发音 不告诉你具体的某一个字母怎么去念 我们作为一个续片吧,算是 给大家先来理一理提纲 告诉你一些学习韩语的背景知识 我们看到提纲呢,已经在屏幕上出现了 我们这个课程除了今天这一节续片之外 剩下的主要内容一共有七个小节 这七个小节呢,我们是围绕屏幕上的四个部分来进行讲解的 首先第一部分呢,叫做原因 第二部分呢,叫做抚音 原音和抚音,我们可能在汉语里面没有这个概念 但是呢,汉语当中其实有类似的 只不过是换了另外一个名字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学过 生母和韵母 我们把它叫拼音嘛 拼音分生母、韵母 在韩语当中呢,这个抚音就相当于生母 原音呢,就相当于咱们说的韵母 你想一想,拼音当中,这个生母和韵母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 是不是一个生母加一个韵母拼成一个拼音 韩语当中呢,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不叫做生母、韵母 它是一个辅音加一个原音,拼成一个字 这个我们后面会在具体的课程当中给大家详细的讲到 第三部分,收音 第四部分,音变 这些都是韩语语音学习中的一个重点 具体它这些名词都是什么概念 怎么样去区分,怎么样去使用 后面在这七小节的课中我们都会给大家讲到 这里先放出来一个提纲 让大家明确一下 这七节课我们要学习哪些内容 后面我们再分门别类一个一个来仔细讲 我们今天呢,要讲的是关于韩字 也叫韩文啊 韩字韩文的由来书写和构成 那么在大家正式的学习 每一个音,辅音也好,原音也好 怎么去念之前呢 我们要先搞清楚 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语言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关于韩文的由来 那所谓由来呢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词叫做来历,对吧 也就是说我学习的这门语言,韩语 它的这个文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关于它的一个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 首先呢,提到韩语的由来 韩文的发展 我们不得不提到屏幕上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我们看到他并不是一张照片 而是一个画像 证明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了 来看一下 这个人呢,他在历史上被称作 世宗大王 每一个学韩语的人一定要知道他的名字 韩语中呢,世宗大王叫做 世宗大王 世宗大王,这是他的韩语名字啊 世宗大王呢,是朝鲜的第四代王 朝鲜的第四代王 他在历史上是举足轻重的 因为呢,是他开始发明了韩文 在他之前呢,大家嘴上说的虽然是韩语 但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把这些语言记录下来 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古装的韩剧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些宫里的人,不管是皇帝啊 还是大臣 他们写出来的字其实都是咱们汉字 繁体字用毛笔写的 所以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发明韩文 大家虽然嘴上说的话和我们汉语听起来不一样 但是他在用笔去记录的时候用的是汉字 那这样的现象呢,我们把它叫做言文分离 言文分离,言是语言的,言文是文章的文 它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说的 嘴上说的和纸上写的同一不到一起 那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大家想一想这个道理 我们嘴上说的是汉语 但是如果写在纸上的,举个例子 比如说英语 这样的话会造成记录上的一种不便 以及很多方面的不方便 那所以呢,到了失踪大王执政的时候呢 他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够再延续下去了 所以呢,他组织了一批当时非常有名的学者 几个人在一起呢,编了一本书 看屏幕,叫做《殉民正音》 我们刚刚说学韩语的人 每一个人都知道失踪大王 其实每一个人还都知道另外一本书 叫做《殉民正音》 韩语叫做《昏迷曾恶》 《昏迷曾恶》 那这两部分加到一起呢 就可以解释韩文的由来 我们刚刚说失踪大王 他不能允许言文分离的现象呢 持续地进行下去 所以他带领学者编了这本书 《殉民正音》呢 它就相当于一个字典 告诉大家 韩文应该怎么来写 我们的韩文应该有哪些字母 如何拼写,如何发音 从他编了这本《殉民正音》发布出去 颁布出去之后呢 韩文就正式地诞生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殉民正音》上 依然是有一些汉字 因为当时的人 他是通过这本书才学到韩文的 所以在这之前 还是汉字 是比较主要的交流工具吧 并且那个年代 能够接触到汉字的人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的 只有一些达官显贵 王公贵族 他们才有机会去接受汉字教育 像老百姓的话 基本就是文盲 就只会说话 不会写字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字 下来给大家摘录一段 《殉民正音》当中的原文 我们来看一下 世宗大王他发明殉民正音 发明韩文的一个初衷 屏幕上已经出现了 按照由右向左的顺序 我们来读一下 国之语音 亦乎中国 与文字不相流通 故愚民 有所欲言而终不得 申其请者 多矣 愚为此敏然 心智二十八字 欲使人人一席 便于日用耳 这句话呢 他解释了《殉民正音》 这本书编写的一个初衷和前提 我们来翻译一下 国之语音 意思就是 对他们来说国是哪一国 朝鲜吧 朝鲜的语音 异乎中国 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这个语音呢 指的是口语 就是我刚说的 他们口语上讲的是韩语 只不过他没有写出来的这个文字 朝鲜的语音呢 和中国是不一样的 与文字不相流通 和文字是统一不起来的 因为刚刚我说 他们说的是韩语 但写的是汉字 这两个是不同的语言 所以不相流通 故愚民 故我们学过古文 知道这个故事 因此所以的意思吧 愚民呢 指的不是笨民啊 不是很笨的人 他指的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正因为前面这个言文分离 不相流通的状况呢 所以老百姓们 最长的这一句 有所欲言 而终不得申其情者 欲言就是想说的话 终不得申其情就是 虽然我有想说的话呢 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 记录下来表述出来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知道古代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一些冤情 应该怎么做呢 你要到官府去 对吧 到官府去 你要把你的这个来龙去脉 跟官府的人讲清楚 所以需要写壮旨 但是呢 他们又不会写字 没有自己的文字 去记录下整件事情 所以呢 就导致大家有很多想说的话 但是却表达不出来 这样的情况呢 多疑 非常多 虞为此泯然 这个虞呢 也是我的意思啊 我呢 为此感到 非常的 不爽 也很可惜 心智28字 所以我呢 重新创造了28个字 欲使人人一席 希望呢 大家都很容易的 把这28个字学习好 便于日用而 以方便我们的日常生活所用 当然我翻译的可能不是 特别特别的专业 但是大致的意思是 没有问题的 这一段呢 摘抄字 迅明正音的原文 它呢 很清楚地告诉大家 为什么 世宗大王要发明韩语 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 倒数第三行写到 心智28字 它说 韩语字母有28个 我们这个课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吗 韩语40音 对不对 40音和28 显然数量上是不对的 这个呢 是这样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世宗大王发明韩文的时候 还是很早很早之前 他当时只发明了28个 但是呢 随着历史的发展 到了今天固定下来的 韩文的字母 一共是有40个 数量上呢 稍微变多了一些啊 这个我们现在学的 当然是以最新的为准 不可能只学28个 要学40个 世宗大王发明韩语 韩文 它是随便发明的吗 当然不是啦 每一个语言 它都有一个科学的体系 和一个理念 那么世宗大王 在发明韩文的时候呢 他考虑到了一些 自然和谐的因素 我们知道古人 尤其是东方的古人 其实在古代 像日本啊 韩国啊 他们会 在很多地方 受到中国思想的影响 我们中国古代呢 非常向往天人合一 与自然和谐相处 这样一种理念 那这个思想呢 也影响了亚洲的其他国家 韩国 朝鲜半岛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呢 他们在发明语言的时候 把这个思想融入进去了 怎么融入的 古代有一个学说 叫做天园地方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 古人呢 信奉天是圆的 地呢 是平的 人呢 直立于天地之间 天园地方 地平 人直 这是古代的一个重要的思想 那么这三条如何应用到文字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 天是圆的 那我就发明一个圆形的符号 地是平的 我发明一个一横这样的符号 人直立于天地之间 人是站着的 就是一树 所以呢 韩文 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也都见过啊 你看这个韩语 它在写的时候 这种圈圈 棍棍很多 韩文 基本上就是以这三个笔画为基本笔画的 一个是圆圈 一个是横 一个是树 这里解释一个比较无关的问题 但是很多同学出学的时候会问到 大家看一下这个天园后面那个圈 圈上面有一个小点 看到吧 这个呢 是字体的问题 我们在写的时候没有这一点 你就直接画一个圆就可以 天园地平人直 分别代表了这三个基本笔画 圆圈 横和树 我们后面学到的字母 基本上就是以这三个笔画为基础而发明的 这呢 体现了 是从大王发明韩文的时候 融入自然的理念啊 天地人 宇宙三要素 那前面呢 我们简单了解了韩文的由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韩文的构成 在前面介绍提纲的时候 跟大家提到了两个概念 叫做福音和原因啊 来看一下 一个字当中 福音和原因是如何共同存在的 首先 韩语当中的福音 我刚说它相当于汉语拼音的生母 福音呢 一共有 屏幕上 大家不用数了 我给你标出来了 一共有19个 这19个福音 要和下面的来看一下多少个原因呢 原因显然要多一些啊 也同样的标出来了 21个 19个福音和21个原因 它们之间相互组合 会变化出非常多的韩文字 那19加21 是不是正好40个呀 这40个就是我们在接下来的 七节课程当中会要学到的主要内容 那现在大家还没有去 用科学的方法学习它 可能一眼看上去啊 一个陌生的语言 觉得啊 这长得好像呀 尤其是这个原因的部分 不是横就是竖 长得非常像 大家觉得很难记 但跟着我 咱们后面一节一节的 用科学的方法去记它 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说语言啊 任何语言 在刚入门的时候 大家尽量去杜绝自学 我们不排除一些语言天赋非常高的人 他可以通过自学成才 但是呢 大部分的人 还是在老师的指导下 你可能学起来更科学更快一些 这里呢 咱们就不一个一个去念这些音了 放在这儿 只是给大家一个 一个概念 要看一下 我接下来就要学习这些东西 具体怎么学呢 咱们会把它们按照特点分批 去一点一点来解决 这是原音和辅音的一个概况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写的时候怎么写呀 刚刚说 汉语当中生母和岳母拼在一起 汉语当中呢 辅音和原音拼在一起 辅音我们刚刚也见到了 原音呢 它的样子也见到了 那它怎么拼在一起呢 我们看一下 汉字呢 在书写的过程当中 它是有规律的 不是说胡写的啊 那最基本的就是 一个辅音加一个原音构成一个字 那辅音呢 刚才19个任何一个都可以放在这里 原音呢 刚才的21个任何一个都可以放在这里 我们写的时候你看一下啊 辅音我放在原音的左边吧 辅音在左 原音在右 就相当于生母在左 育母在右 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字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看现在屏幕上辅音下方出现的这个 一点一横一个圈 它就是刚才辅音 19个辅音当中的一个 它呢 读作 可能我现在这样讲 只是为了让大家理解啊 它 嗯 这个一点一横一个圈 它你可以把它当作 喝 喝 喝的发音 在这里我只能这样来先讲啊 一点一横一个圈 读作喝 后面这个 原因我们也找一个 最基本的原因 一束一横 这个原因读作啊 啊 我们看到辅音读喝 原音读啊 那你说 他俩加在一起读什么呀 首先我们看一下形态啊 刚说辅音放在原音的左边 两个写在一起就可以 喝写在左 啊写在右 这就是一个字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最右边的这个含字 它就是一个字 它怎么读 两部分拼在一起 喝啊 哈 喝啊 哈 哈 哈 就是一个字 非常简单吧 这是最基本的一种拼写法 辅音加原音 那后面呢 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拼写法 在课程开始的提纲当中呢 我们说这个课分四个部分 除了辅音原音之外呢 第三部分叫做收音 收音我们后面会学到它 那为什么 辅音原音加起来一共都有 四十个了 咱们不是一共就叫 韩语四十音吗 多的这个收音在哪里啊 因为收音写出来 和刚才我们见到的 十九个辅音 从外观上来看是一样的 它只是放在不同的位置 发音会有不同 所以从字母的角度来看 确实是只有四十个字母 只不过当辅音这十九个字母 它出现在某一些固定位置的时候 它就称之为收音 这里大家现在不用去深入的了解它 你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后面我们会专门讲 讲完之后每一个人都会懂 在这里我们只是给大家讲一下 韩语书写的不同情况 刚刚讲的辅音加原音是最基本的拼写法 除了那个之外 还有一种是辅音加原音加收音 我们来举个例子 看一下这一类的字怎么来写 首先还是刚才的辅音和原音 刚才的辅音呢是喝 原音是啊 这里加一个收音读作n 一个竖一个折 一个竖一个横竖折 这样一个收音读作n 那它写在一起 大家注意一下 虽然后面还会讲啊 这里先听一下 收音都是放在下面的 如果一个字出现了上下结构 一般情况下下面的都叫收音 收音啊 喝啊 哈底下又加了一个n 那哈和n在一起读快一些 汉 汉 汉 我们看到刚才辅音加原音呢 是一个左右结构的 那这里呢 在左右结构下面又加了一部分 下面这个叫做收音 这是含字拼写的最常见的两种结构 再来总结一下 一种是辅音加原音 一种呢是辅音加原音 再加收音 三部分构成的 这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就行 后面具体的课程当中都会讲到 那这一节课 我们的主要内容就到这里 再来带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 这节课呢 我们学到了 韩文的起源 它是由谁发明的呀 世宗大王对吧 世宗大王发明的韩语 那他发明的韩文 写在哪一本书上呢 叫做迅民正音 迅民正音这四个字 你看我们从表面去理解它 训导民众正确的发音 这本书颁布之后 它就相当于一个字典 大家所有的这个 韩文的写法呀 发音呀 一些要求啊 规定呀 都是以它为准 那具体关于韩语的部分 我们学到了以下内容 第一个 辅音和原音呢 一共有四十个字母 这也是我们这个课程命名的 依据啊 叫韩语四十音 韩语一共有四十个字母 接下来呢 是关于韩字的书写 书写法呢 一共有两种 一种是辅音加原音 一种呢 是辅音加原音加收音 收音呢 是咱们汉语当中 没有的一个概念 所以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会详细给大家讲 最后呢 是书写的顺序 刚才我简单提了一下 但屏幕上没有写啊 这个韩语书写的顺序呢 是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的 如果一个字 它是左右结构 就像我们刚刚说 那个哈字 哈 辅音 喝 原音 啊 哈在一起的话 你肯定是先写喝 再写啊 和咱们汉语的习惯 是一样的 从左到右 如果有上下结构的字 比如刚才说那个汉 辅音加原音加收音的那个字 你就先把上面的哈 写完之后 再写底下的收音 按照这样的顺序 来写 这样的顺序 也是最科学的 你要是反着写的话 也很奇怪啊 当然会有一些文字是 相反的 是从右往左写的 比如说阿拉伯语 但是汉语呢 恰好也是从左到右 所以对咱们来说 这样的顺序 是比较符合习惯的啊 那第一节课 韩字的由来 书写和构成 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 从下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要正式进入刚才 介绍那四部分的学习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跟着我一起 一步一步的搞定 韩语的发音 放轻松 韩语的发音 还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我们一刻一刻的 把问题都解决掉 按照我来 教给你们的 科学的记忆方法 就可以了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您的